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少人发梦都没想过 会有自己的个人立场 但尽管一个艺人 他年纪轻轻 竟然有三尊的个人立场 我们欢迎张艺轻 Hello 艺琴你好 大家好 我是张艺轻 这次看到自己的第三尊个人立场 感觉是怎样的 其实就像我的兄弟一样 兄弟一样 一三个兄弟 嗯嗯嗯 对 那就是我知道 就是在北京还有上海 也有你的拉香兄弟 是的 这个拉香兄弟团 你觉得每一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呃 每一个的 他都都挺像我 其实每一个都挺像我 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 啊 怎么说穿穿的衣服 穿给三不同 穿给三不同 哈哈哈 穿给三不同 啊 那平常你在就是对着镜子看的时候就看见自己 然后真的看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 就是你第一时间看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怎样 就特别神奇 啊 好神奇 怎么说 好神奇 好神奇 哈哈 好神奇 嗯嗯嗯 但是我相信这首饰已经说明了一切 哈 这个首饰真的什麼呢 其实就是某一年我去成都的一次节目的时候 粉丝给我说了一下他们做这个首饰设计的一些概念 嗯嗯 就刚刚出档那个时候 嗯嗯嗯 然后就我就把这个首饰带到了现在 我觉得那个眼神是特别像 你自己觉得呢 就是哪个部分是最像 哦 对对不对 对对,眼睛特别像,他其实都像,太像了,只能说是杜莎芬那样,我的赖像做的事,非常的厉害。 嗯,那如果真的要有兴趣,带一位朋友来参观,你会想带谁呢? 我会想带……我想带,首先带家人来看一下,然后带我的同学来看一下,然后再带…… 你说艺人朋友吗?什么朋友也可以,那以后结婚的时候带自己女朋友或者老婆过来看 嗯,那同时呢,在拉香馆里面还有很多不同艺人的拉香,你自己最惊喜的是看见谁? 哇,看到好多人都好像,还有吴彦祖老师,李彬彬姐姐,哇,真的好精彩啊。 嗯,我知道你看,就是香港很有缘分,然后你对那个广东话也很理解。 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够清楚分别,就是唔乖还有多谢那个分别? 我现在应该,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分出来。 是怎样呢?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? 你教我,刚刚你教我说唔乖和多谢的这个差异,我就应该说唔乖。 啊,对对对对对,刚刚那个姐姐她给我的那个金话筒,我就应该说多谢。 对,厉害厉害厉害,那只要我们对粉丝朋友就是讲几句广东话啦,就是我好想你们。 你自己最欣赏其实是哪一个香港的艺人,如果真的要选一个。 我这个很难选择,因为我喜欢很多很多香港的艺人前辈。 就是比方说有梁朝伟老师,刘德华老师,然后成龙大哥,然后还有,其实有好的周润发老师,还有周星驰寺导演。 然后,哎,好多啊,那个时候都喜欢,都喜欢。 嗯。 张艺轻外表斯文,性格温和,但是在内地一个男团选拔真人秀里面,作为制作人的她,对着一班选手就非常严格。 一道成为热华,其实正所谓嫌尸出高途,张艺轻都只是希望选手有所收获啊。 然后呢,就另外我们在这个选秀节目里面,就是你当导师嘛,然后呢,里面有一个外号,叫做酒窝骗子。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外号呢?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,确实有酒窝嘛,但是不一定说有酒窝,他就,他就一定是很可爱怎么样,他也可能会是很严厉的。 嗯,对,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,对,就只是有意思。 好,那你觉得就是自己,就是作为一个导师,你自己严格吗? 其实不是,还算严格吧,在他们眼里应该算很严格,但其实对我来说的话,其实就还好,不是那么严格。 嗯,但是有时候会不会就是有点害怕,就比如说自己太严格,因为太严肃的时候呢,可能会害怕。 哦,对对对,这个导师会跟我说,就是说,你是不是刚刚太严格? 我说,啊,不会吧?就对我来说,可能就比较就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张艺兴在演艺事业上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,确实是选手们学习的好榜样。 不过他不单止专心做导师,唱歌、拍剧他一样没耽误。 他跟内地人戏作家南派三叔再合作的网剧正业播着。 一讲到剧中角色,张艺兴即时变得超级兴。 然后就是之前呢,你在一部新的网剧里面呢,就是再次跟南派三叔他们合作呢。 黄金桐吗? 嗯,你自己觉得在演艺上有什么不一样? 我其实这个黄金桐他比较特殊的,他是一个探险类的题材。 而且他是一个主人主角,他有一个特异的奇特的功能。 他是能看透一切,比方说我现在看你,我就知道,哎,您。 对,这样说不好。 就比方说我就看透所有的东西。 比方说今天,他穿了什么? 就比方说我看透这个墙壁后面有什么? 对,很厉害的。 然后他可以分析,就是看到那个石头以后, 他可以分析看到石头里面里层有没有钻石,有没有玉。 然后还可以通过,比如说在这里,如果你有一个纯印在这里, 这个纯印去看到为什么会有纯印在这里。 哇,那么厉害。 很厉害的,所以我觉得还蛮期待,一年间就往下走。 对,这不只是一个人肉的X光机,还能感应事情。 感应背后的事情。 他是有一个级别的,一开始刚刚获得黄金铜可能就是忙忙壮壮, 不知道,就可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都是穿透了的事物啊什么的, 他也不知道怎么用,然后慢慢的知道怎么用这个黄金铜。 然后用黄金铜,然后还知道怎么去躲避别人的攻击啊什么的。 哇,太棒了。 很酷的。 如果能够有一个这个功能就好了。 好,现实上啊,对吧。 第一时间你想看什么呢? 如果真的有这个功能的话。 第一时间想看,有很多东西,有很多东西不能说,不方便说嘛。 比方说,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就想看一下。 首先看一下自己身体吧,检查一下里面有什么什么故障的地方。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。 对,经济看也可以啊。 对,要再看。 嗯,那就是除了这个就是工作,就是派剧之外呢, 就是另外在就是时尚方面,一心也是就是很多就是品牌的一个fashion icon。 你自己就是对于穿衣服有什么的一些心得? 其实我觉得穿衣服首先要是舒适,然后要跟自己合适。 然后还要适宜。 嗯,三适嘛。 那你看,因为适宜你要通过,呃,因为舒适你才会觉得你就不会那么僵嘛。 僵在那里,对吗? 所以非常重要。 然后合适呢,就是要跟自己自身很合适。 比方说,有的衣服虽然很好看,但是穿在你身上, 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。 然后你才会知道说,哎,这个衣服穿到身上,穿上身的话, 会对你的这个比例或者是在感官方,呃,视觉方面会有问题。 嗯,所以这个需要要合适。 然后还要适合的,适宜就是要适宜每一个不同的场所。 比如说我来到这儿,或者是我来到去到别人的party, 或者是我去到不一样的场所,肯定要穿不一样服饰的衣服,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。 嗯,那另外是不是会有这个演唱会这个新的计划呢? 是是是,我有演唱会的计划,然后希望把好的音乐聚集到一起, 然后给大家一个,不仅是好的音乐吧,包括视频,那些中间穿插的那些video, 我希望给大家一个真正的视听盛宴,包括所有的舞台的那个搭建和效果, 希望是一个最棒的演唱会呈现。 啊,我也期待就是所有的粉丝带着那个小绵羊那个头饰, 在整个场馆里面都满满的。 谢谢,谢谢。 嗯,OK,谢谢,依欣,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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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